台英和達星分區戰績排行榜倒數兩名 在賽季的第三度角手都要爭強本季的第六勝 一開賽高建益就在45度角送出一發三分重炮 Wiwer和陳順祥在快攻之間的空中接力 更讓觀眾擦亮眼睛 台英靠著一波12比0攻勢 收接取得16比18領先 高建益個人半場進場9分6籃板 台英看起來狀況不錯 卻了第二節陷入Feo Go前十次出手 只進一球的進攻當機 對手撐機在第二節縮小差距 隨後刺劫尾聲出現了一次驚險鏡頭 台英主力之一的許志強 在這次爭搶籃板的過程中 落地失去重心 重狀落下還折了右手腕 表現痛苦接受治療 看著場邊的搶嫂好心疼 半場打完台英27比23領先 雙方勝下4分差 台英最近吞下了3連敗 期間搶軍10分高達88 防守成為致命傷 第三節開始記取教訓 前五分鐘只讓達星攻下6分 李維哲切入拋頭沒進沒關係 泰勒發揮籃下 載制力抓下進攻兩板 擺回兩分還買到犯規 加法過後要回雙尾數優勢 他全場貢獻了13分17籃板 球火鍋 三節打完台英4-6比33領先 第四節最後三分鐘 他們在比賽尾聲不夠穩定的毛病又犯了 打星全場壓迫防守奏效 張家榮超級向籃得手 最後更靠著配爾籃下擺進兩分 追到62比61 連看煮熟的鴨子就要飛了 幸好台英第四節先升高建毅在最後16秒跳了出來 看進一發關鍵三分帶 拉開到4分差也確保勝利 中場台英66比61銀球 終止三連敗 好 繼續訓練綜合報了